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今天讲讲怎么玩电容话筒 我们会从五个方面来讲 这电容话筒的使用技巧 分别是话筒的摆放角度 话筒灵敏度 话筒的指向性 话筒的使用距离 和环境反射声 当然这些技巧除了电容话筒可以使用 动传话筒也一样可以使用的 我们先从电容话筒的摆放角度开始 这是最极管也是最容易掌握的技巧 最简单的话筒摆放角度就是 把话筒像番薯一样竖起来 对准你的嘴巴就可以了 这时话筒的振膜 跟你嘴巴的中轴线成垂直的90度了 大家露营前一定要观察一下 你的电容话筒的振膜具体在哪里 很多人连话筒的振反面都搞错了 或者把话筒架太高 振膜对准了技巧的猪鼻子都不知道 还老说话筒露出来的鼻音很重 把话筒都给惹急了 说回摆话筒 这样摆的好处是简单 傻子都会摆 但坏处是 喷麦声和齿音会比较强 这是因为狗嘴正正对准了振膜 嘴巴喷出的气流刚好射到振膜上面了 所以这样摆放话筒 我们一定要加防喷罩 挡掉嘴巴喷出的气流 但实际上防喷罩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就算加上了防喷罩 嘴巴还是得跟话筒拉开一定的距离 才能完全避免喷麦声 所以我们想更靠近一点话筒 把声音录后一点 就必然会造成喷麦声变强 所以这种摆法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嘴巴和话筒的距离 还有就是齿音的问题也很严重 振膜正面对准嘴巴 入到的齿音肯定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还有其他两种的摆放方法 就是把话筒往上螺45度 或者往下螺45度 往上螺45度 我们会发现振膜跟嘴巴不在一条直线上了 所以喷麦声和齿音也会有所减小 甚至你不需要防喷罩了 因为嘴巴喷出的气流 压根就打不到振膜上面去 你可以发现很多声忧就喜欢这样子来录音的 而且还很喜欢这样子把话筒给反吊起来 这样子反吊起来 会更加方便我们调整话筒的角度 当然我不喜欢这样子摆 因为我老怕一不小心话筒掉上来了 那我就快该了 一万多没了 当然这个上螺45度的摆放角度 也只是个参考角度而已 不是硬性的规定 你可以随意的调整你的话筒角度 还可以试着把振膜对准你的嘴巴 或者你的鼻毛 甚至是你额头上的那颗字都可以 你可以发现露出来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这些都是我们摆放角度的依据 当然大部分情况我们还是对准狗嘴的 而且这样子摆话筒相对于正摆的方式 我们能录到更多的鼻腔共鸣声 接着我们说说 网向螺45度的这种摆法 当然这里的角度也只是参考 我们也是可以随意的调整角度的 不用太过纠结 但一般正摸还是要对准你的狗嘴的 当然你也可以对准 沙巴的皱纹 甚至是喉结 露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的 其实这样摆的功效 跟网向螺45度是差不多的 首先避免了嘴巴喷出的气流 可以有效减少喷麦声和齿音 而且我们更加靠近松枪 所以会露到更多松不共鸣的声音和喉音 好了 上面说到的这三种摆放方式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哪种摆放适合自己 也不用太过纠结角度 凭感觉瞄准就可以了 推评不同角度的音色区别是怎样的 露多了就知道怎么摆了 如果你经常被喷麦声困扰 那一定要试试往上摆或者往下摆的方式 可以有效的避免喷麦声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再说说灵敏度和指向性 淘宝搜索愤怒的调音师 对就是这一家 写着愤怒的调音师的电窝 楼主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支持 编组组 露发已不再 何生已生 毫无人想 愿意长迈于风 另一眼 不过我吻的 我才 不过我吻的 我才